偏乡长者外出大多仰赖公车 但是新竹客运年年亏损 台三线车次从年初开始大减 像是5634路线一天只剩下五班车 迎来民众的抱怨不方便 另一位参选人杜文忠 今天就邀集监理所以及县府到恒山县刊 演你因应的配套办法 公车站牌前空荡荡 行事与新竹竹东与桃源中立之间的 新竹客运5634路线 年初开始班次大减 未来更计划砍掉路线 地方听闻急跳脚 以前我们一个小时刻有四班车 五班车公车的一个交通便利器 到现在一整天才有三班车 老人家要 比如说老人家 我们居民要出去旁边的两个关系证 或是竹中证的证上采买 或者是医疗就医这些东西 都非常不方便 关系是长寿指向 老人家居多 没有公车 年轻人上班之后 他们是非常的不方便 恒山 关西 俄美等人口外移严重 大多盛长者居住 出入仰赖公车 居民说台三县早期一小时有四班车 现在一天只有五班车 搭车十分不便 拉长了等车时间 如果错过公车 就要改搭计程车 往来一趟就要600到1000元 不论就医或采买都增加经济负担 立委参选人杜文中就邀请监理所和交旅处沿逆偏乡交通的规划 提出和另外两家客运 科技之星和金牌客运加入营运的可行方案 希望未来在我们监理所这边的路权可以交给交旅处 交旅处这边可以跟业者这边来共同讨论 那目前业者这边他也要来协助地方县府这边来去做一个共识 来达成拉曼台三县的一个足克的一个发展 如果交旅处他对于就是服务台三县上面这一块 他们有另外有市区客运的规划的话 那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监理所来讨论 我们监理所也是很欢迎有其他的业者可以加入 交旅处表示台三县公车路权在监理所 县府将一起研拟配套措施 未来招开公厅会逐步因应 降低客运减班为偏乡交通带来的冲击